敬禮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世大宝华王卡玛巴 突登大吉上师 敬禮 坦诚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各位法师 讲师 助教 各位同门 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吉祥 我们刚刚听莲姻上师 他谈的这些 也等于是在谈佛心中 也就是谈中 讲来很多的谈话 谈话 谈的话 他提到这个 色跟空是不二的 色跟空是不二 那我有一个 简单的问 联印上师一下 既然是不二 那么是第几呢 社空不二 那请问联印上师 是第几 联印上师刚刚谈的 都是在佛典上 跟禅宗的公案 跟禅宗的公案 跟所有的这个 很多人讲过 他通通都了解 这里呢 所提到的 所提到的 也跟这个六祖禅经都有关联了 他刚刚提到的 像那个神秀的迹 跟这个慧能的迹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在这里呢 讲 不过我会慢慢的 跟大家提到 神秀的迹 神秀的迹 跟慧能的迹 他的同跟异 他的相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地方 那么古来呢 很多的大德 对这两个迹 都有讲过 认为神秀的迹 是不见性的 是没有看到佛性的 认为慧能的迹 才是看到佛性的 一般都是这样子认为 但是我讲的不一样 神秀的迹 是在说有的 有 慧能的迹 是在说空 两个都没有建国性 只是比较起来 比较 两个用比较的方法 比起来 慧能的迹 比较高 神秀的迹 神秀的迹 比较低 只是这样子而已 便没有见佛性 两个都没有见佛性 那么六主禅经里面提到 这个神秀呢 他自己是一个大师 就是上座 是一个教授师 那么所有的人 所有在无主底下的所有的门徒 大部分都认为神秀的智慧是最好的 只有他能够提计 只有他有资格能够提计 神秀自己也想 除了他成绩以外 几乎没有人 再去提这个计 那么他考虑很久 他在那边想 要不要提计呢 如果提计 是为了证明自己本身的见解 见解 那还说得过去 如果是为了 这个主一啊 这个 就是说 从初主 达摩 一直到了六主 慧能 到了五主 红人 这个血脉啊 这个血脉本身 这样子下来 如果是为了得到这个 主尸的衣服 跟这个 主尸的位置 那这个 基心 就有一点偏 他一直在那边考虑 考虑来 考虑去 那么 他照最后呢 就写了 记 这个记 刚才这个 联异上师也 谈到了 这个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实实情 浮世 忽死 若 尘埃 他这个 记写好以后呢 就要 想要去 拿给这个 五主看 拿给他的师父看 说这个 应该是 就是他的心得啊 他的见解 他的心得啊 但是走到门口 又退回来 不敢 又走到门口 又退回来 又走到门口 又退回来 这样有十三次 可见他的心啊 还不敢 确认 他的念头 还不敢 确认 这个记啊 应该就是 见信了 就是看见 佛性了 他自己都在那边 犹犹疑疑的 走来走去 不敢 沉上去 不像我们 中国中的弟子 每一个人 就是乱见齐发 乱见齐发 射啊 射啊 拼命射 那个红心啊 乱见齐发 每个人 都写了 东西上来 其中只有 两三个 是非常接近的 比起以前的慧能 更有智慧 那么这个神秀成绩啊 居然在那边心里上 反反复复的 那么自己也睡不着 刚好这个 五祖的庙 像五子的庙 它有一个走廊 那么走廊有壁画 这个壁画呢 是灵家经的 变相图 灵家 灵家经啊 有一本经叫灵家经 所谓灵家 是印度的一个城 城的名字 就是在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灵家经 是释迦摩尼佛讲的经典的变相图 我们这里有释迦摩尼佛的 这个灵山海会变相图 这个就是属于变相图 变出来的 这个佛像 变出来的金刚菩萨像 称为变相图 也就是说 在他的走廊上面呢 有一幅 灵家经的变相图 这是灵山变相图 这是莲花童子 变相图 莲花童子变相图 是这个意思的 那么其中走廊呢 还有一个叫做 无足血脉图 无足血脉图就是讲 从初祖达摩 一直到无足红人 他这个连接的 初祖是谁 二祖是谁 三祖 四祖 五祖 他的画 一个壁画 叫做无足血脉图 他晚上这个神光 这个神秀 神秀这个晚上 他睡不着 就在三经的时候 三经的时候 拿着灯 就在走廊那边走来走去 他干脆把这个祭 提在这个走廊 这个两个变相图的中间 刚好有一个空档 他就把那个祭 就提在那里 既然不敢乘上去 那就提在这个走廊那里 让师父看到了 如果师父看到了 非常的赞扬 说这个是见性的 这个神秀就出来说 是我写的 如果师父看了半天 他没有讲什么 他都不讲话 或者是说摇头 或者是叹气 或者是这样子 那他就不出来承认 是他写的 他这个是好的方法 他既然这样子写了 看看师父的反应怎么样 他就写了 可以讲他的心里 在六祖禅经里面 神秀的心里 一直在那边 反反复复的这样子想 这样子不知道 有没有见性 他自己都不敢认为 今天师尊 讲见性 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 师尊敢认为 为什么 为什么你自己敢认为 你有什么把握 因为我这个见性 明心见性 此话一出 无人可以驳持 也没有比这个在更上面的 任你讲的天花乱坠 也没有比这个在更上面的见解 所以我敢确认 释迦摩尼佛当初 他在菩提树下 悟到了这个 他也知道 这是无上的 没有比这个该更上的见解 所以你自己很容易 自己就确认 这个绝对是无上的 就是佛陀的见解 你有了这个 真的是 万见穿心 都无畏 都无所谓 何况刚才石川闽航讲的 小小一本杂志 万见穿心 都无所谓 所以这个物境是很高的 你们怎么想 这么多人在那边想 就差那么一点 其实连印上师也刚刚所讲的 都是很好 都是很不错的 他的比意很多 都是很好的 只是他是看人家看来 就差一点 给你点醒的这一点 一切事情全部都解决 一切事情全部都解决 像他刚刚讲的 两只泥牛入海 人生不是输就是赢 对不对 在人间来讲起来 今天不是我输就是我赢 一个输一个赢而已 就是这两只泥牛在那边斗 但是一到海底 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 这两只泥牛 一个是输 一个是赢 输跟云一样的 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 在斗得要死 一个输一个云 斗到最后呢 进到海里了 全部泥牛吗 泥土做的牛 到海里还有什么 但完全没有消息 我们人也一样 这是比喻人 你斗到最后 到海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那天不是讲吗 我们上师在抢地盘吗 上师抢了 赶快占分堂 哪一个分堂成立了 赶快去占 占为自己的 占输的在那边躲脚 在那边躲脚 为什么我输了一步 被人抢先一步 其实输跟隐 是一样的 到最后呢 你四大分散 泥牛入海 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 今天有这个巴拉玛的弟子 弟子在这里 他们坐飞机 想要说高高兴兴回家 终于又留下来 因为休斯顿 那边有这个 美国讲巨风 台湾讲台风 台湾现在也有台风 美国有巨风 巨风在休斯顿 他飞机不飞休斯顿 他要从休斯顿转机的 所以他们没办法上飞机就留下来 这个不知道是德还是师 德师 就是泥牛 多留几天有何妨 你早一点回去 多赚一点 能够赚多少 做生意啊 或者怎么样啊 都是泥牛 谈到飞机啊 有一个飞机故障的 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上了飞机 到最后空服员讲说 你们全部下来 全部下来 通通都下来 为什么 飞机有故障 他们又下来 过了五分钟 好了你们全部上飞机了 全部上来 这个乘客就很奇怪了 就问空无员 哇那故障好快就修好了 那空无员讲了 不是了 是犯一个敢开的开 所以神秀也是敢跟不敢之间 神秀他就讲说 我这个计在我来想 已经非常好了 身是菩提树 心是明镜台 时时长期昌 乌是若尘埃 菩提树啊 是代表着开悟的 因为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底下开悟嘛 所以菩提树代表开悟的 我的身 已经开悟了 我的心啊 就像明亮清净的镜子一样 只要我长长的去擦 尘埃不柔伤 尘埃不柔伤 我就看见宜昼万物啊 我明镜一照 宜昼万物都在我的明镜之中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